前两天在推特上我说一事 我上次去台湾的时候 就疫情前去台湾的时候 就在那包车 因为台湾也不大 然后包一个车比较合适 能拉着你满足乱走 你也不用去专门去打车 认识了台湾当地的一个司机 这个司机是一特奇怪的人 然后他是属于深蓝阵营 就是一定是说要能够 中国统一 叫统一大业 而且对我们太祖高皇帝 是特别有好感 是我们太祖高皇帝的粉丝 反正您也别问我说 为什么说深蓝的人 会跟太祖高皇帝 他有共情 这事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樊老蒋 也有可能 他因为可能是眷村出来的 就是属于外省人 就是来台湾所谓外省人 原来随着咱蒋公转进到台湾 去的那拨人 他父亲应该是 父亲应该是 然后跟当地的结婚生了他 后来他一直觉得 当然人各有志 对吧 虽然说在台湾现在目前来讲 只有4%左右的 4%左右的人赞成两岸直接统一 但是你毕竟他有4% 是吧 你生物多样性总是有的 那生物多样性还体验在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这兄弟 前两天给我发消息 说你回国了吗 我当时一看 我说他 我说没有 我还在日本呢 然后我就问了一句 我说您说的回哪个国呀 因为我原来被人怼过 你知道 就是说我特小心这事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喜欢台湾 你说不定你去台湾 是中华民国呀 对吧 然后他说当然是回大陆了 我说那回大陆 我说没有 可能以后也不太可能能回得去了 他说这样 我说你要回国呢 说咱俩能喝一杯 我说您 那您现在 他说我现在已经回到大陆南宁了 在这边的长居 我就没好意思往下问一句 我说那您健保 就是台湾健保 大家都知道 那个不是那个坚定保物 那个健康保险 还是什么 就是台湾健保 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 然后我当时特想问这一句 但是真没好意思 就是说我说您那健保 您用的是台湾那个呀 还是用的我们大陆的 这个社会保险 但是这话不好问 是吧 这个有时候 你看我这个这么温和的人 一般不戳人这种废管子 不合适 然后呢 就是说当时都在台湾 就是你 反正你从台湾 你去大陆了 去南京那地方 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 对吧 然后后来有人说 说不定他是搞传销去的 台湾人好多在那搞传销 说不定找你呢 是想发展 让你把你发展成下线 我一听 这个也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还是也有可能的 但是你觉得我真的像智商这么低的人吗 当然了 你也可能说 你就智商这么低 没问题 没问题 智商这事咱们不讨论 不讨论 我测过以后 我还测过59分的时候 这不算什么问题 那这个 这事为什么想起这事来的呢 就是说呀 这个关于统独之间的这个事情啊 一直以来 我这些年确实有个变化 原来其实我不太感兴趣 这种统独这件事情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或者是说呢 我原来我也是说那个 我有一点 多少有那么点大中华情节 毕竟你说台湾这个地方 我喜欢 它是真正在我看来 就包括香港 现在香港不爱说了 但是原来呢 这个香港啊 就是台湾呢 是我老觉得 他们保存了中国文化当中 就是那种传统东西更多一些 我去台湾我也特别喜欢 就是现在因为 我可能说将来有可能的话 如果两岸不这么打起来的话 那我还是其实更喜欢居住在台湾 我是很喜欢台湾那地儿的 然后呢 但是就现在也做不到嘛 对不对 除非我换国籍 拿着日本的身份 然后呢 去那个去台湾去常住 这可能会好一些 我现在拿着大陆的护照 你让我现在去台湾 那除非是那个进行投资 或者怎么样 会很麻烦 我真讨厌麻烦 所以呢 就不太愿意说呢 就是说现在以其他的名 其他的名义去台湾 为什么想起这事来呢 除了这事之后啊 还有一事 就是台湾呢 有一个姓陈的立委 然后去那个美国 跟那美国国会议员 去勾搭 勾搭 中国这边呢 就直斥其外 为暗毒 什么叫暗毒呢 就是说呢暗暗的那种独立 那种那种模式 然后这哥们就有点 说跟那个反华势力勾结 呃 说你是暗毒 你你别 你看啊 民进党这边 明着要独 对吧 国民党这边呢 虽然是说 有很大一部分说 呃 说不愿意说这个呃 独立 但是呢 他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暗中的这种独立 跟反华势力勾结嘛 老老子想啊 哎呀 我说真他妈的这年头不太一样啊 什么叫反华势力 人 谁 中华 中华来讲 如果从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你的民俗 你的这种意识形态 你包括怎么样 你更多的时候 你得说台湾保留的可能还能更多一些 虽然他接受的是这个呃 叫就是这种西方的这种体制 但是呢 你看他的民间或者怎么样 他的这种说话的方式 以及这种其他的 他真的更像 更像是中国的一个延续 就是一直以来啊 就是明清中国的一个延续 这咱别往高了说 因为你说到汉 秦汉 那是一个阶段 说那个 唐宋是一阶段 唐和宋 你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那后来是明清 更像明清中国的一个好的地方的一种延续 那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到底谁是华呀 你中国 你大陆这边 你现在 你说自己是中华正统 你哪是正统啊 对不对 你这你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都已经不是不再是中国的东西了 说了除了中 我不说了吗 除了你还用筷子吃中餐之外 甚至于你中餐都已经变了很多了 你比如去你去你去大董 你吃的那东西是中餐的味没问题 分子料理是你这干的吗 你还知道什么叫分子了 对吧 当时 肯定你不 中华文化里没有分子这件事情 对吧 那 你已经变得很多了 除了这个用这种东西吃之外 你就没有所谓的这个 中华这件 传统这件事了 49年之后一刀断根 就甭谈这件事 它基本的意识形态 也笨的是西方的马列 它也不是 当然了 你是挂着马列羊头 卖着其 卖着这种 其他东西的狗肉 这个东西 那也不是中国 那也不是中国 你只是在权术和育民这种 就是育民啊 就是说把这个 就 驾驾驭民众的这种能力 这有可能 中华的这点传统 你他妈全接下来了 其他你就没有 所以说 我为什么今儿说这个呢 就是说 你看啊 就是甭管怎么样 对吧 国民党这边呢 人家这个 国民党的立委 人家在跟这个 甭管怎么联系 人家也没有说想真正独 人他只是坚持中华民国 是正统 毕竟说 你现在你虽然接了这个 接了联大的席位呀 然后呢 台湾没几个邦交国呀 那你打压他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在国际 国际各种组织当中的地位呀 这都没问题 但是他本身 他承 他只要承认 中还是中华民国 他只能 他中华民国承认什么 说大陆这边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是他妈轮陷区 轮陷区 那他还承认这个 人家这个东西就不能叫说 说是独立 对吧 他还是承认这个整体的中国是一部分的 你非得把这东西给推到他的对立面上去 说你不是民主 你是暗独 他就是说呢 招那哥们的话讲 就是这位陈委员的话 陈委员的话讲 他说你要不是红 蓝绿 三个阵营 对吧 那你现在就是只能够让我选 我只能够只有两个选 要不你是红 要不你是绿 蓝就没有了 蓝是什么 蓝就是 蓝我是中华民国呀 对不对 我自己 我自己有我的法统在呀 你至少你现在这么多年了 你中共从来没有过 在台湾以及那些列岛这块啊 他能够行使行使你的那个政权的这种管理 对吧 那从哪一开始就没有啊 你不光是这个呀 那个当时还是日剧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把这些东西全给推到那 我就一直在想啊 说真的啊 就我们我们圣上啊 是蔡英文 就是民进党最好的助选记 他要是他要是说能够说 但凡脑子够屎的话 他都不能干出这事 他就是往外推 那推到你到悬崖边上 看着你掉下去 然后他这他这干击开动手了 他可能是大概打这么一主意 可是呢 现在目前来讲谁也不会傻在这程度上 你说呃 就不统不读 这路数 大家都是明白的 你他就是一个实际上而言非常呃 已经是非常那个独立的一个政治呃 政治经济实体 你就没有 你没有能力去那个管制上 你也没有能力 现在目前你直接就是扑过去 就能给人收回来 对吧 你看这回古今这块 你借着他这机会 你能你能弄吗 你看奥运期间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打 对吧 你说其他小地方 没什么奥运精神什么的 我丁光伍斯在这敲 这没事 普京这回玩的多好啊 普京人家在这 普大爷在奥运期间 陈兵陈兵两国边界 对吧 那拜登 咱拜老师 那一纯傻逼啊 这我虽然不喜欢 我虽然不是穿粉 但是呢 我他妈也看着拜登 确实够傻逼的 就是告诉16号 16号开始打仗 那可能吗 对不对 普京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说干这种事 在你 你自己在这 办冬奥会呢 普京在这块 陈兵 陈兵十几万 在这两国边界 在这块有威胁 他又不可能真打 给你的这个窗口期是什么呀 你让这个 你比如说 我们当今圣上 他想去那个 去武力收复台湾 武统台湾 对吧 你总得是说 有一机会 才能干这事 那正好 普大爷在这 要跟乌克兰这动手 你这边 还能够有一个窗口期 结果你发现没有 人家到了 到了这个 人家把窗口期放到奥运了 明显就是在这搁着 吓唬你 要拿到自己的筹码 就 挣点试点 然后就走了 对吧 你看现在开始 奥运结束 他就开始撤兵 这现在也说了 他现在非常明确的说 要开始撤兵 对不对 等于就把你搁在这了 你不能冬奥会的时候 去动手去干武统这事吧 是吧 你也是奥运的主要的金主 是不是还指望 这玩意给自己 鱼粉袋上刷金粉呢 那怎么办 所以又让 我就说 我说 我说咱们圣上 梁家河跟克俄伯 这不是一个打刺的东西 就让他玩了 是不是 我都觉得为圣上觉得难受 你这 这君辱臣死 真的 这个途径真的不是东西 是吧 必须得说一句 所以你看 就差不多是这路数 你要动不了 你打也打不了 是你这放这种口炮 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些 本来还有可能争取过来的人 全他妈推对了一遍 那给谁 干谁 干什么呢 你不就是给他们民进党助选 知道吗 对不对 那还能干 还能有别人有想法吗 没别的想法 他就是助选 对吧 只要是 只要是 只要是一闹 你看现在 国民党这几块料 包括什么新民党 包括这些人 你看这几块料 跟民进党这帮人能比得了吗 你在国内的媒体上 再怎么妖魔化这帮人 他跟民进党的这个能力 也都差得特别远 什么 这些人你说 能行吗 不行啊 对吧 你只能是去给人去 给人去送选票 送人头 只能是这样 那只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 我就说 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种 所谓的内政啊 外交啊 真心说是一塌糊涂 你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想做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 有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 你拿不准 他是用什么模式来治国 他到底是想把这国家 引到什么地儿去 你说他是一个大旗吧 你旗总是有旗路的 这个旗路到底能到什么程度 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东西 他的那个所谓的想做的事情 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成形 并且做成 往前推进 然后呢 整个把这个局面打开的 全都是往做龙 把自己的眼给 做大龙 然后把自己的眼给塞死的 这种活 真是理解不了这件事 随便跟大家聊两句 没事 就是瞎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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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